疫苗打下去更有保護力 次時代疫苗在國內開打 不少民眾強打 解封倒數中 不僅多人搶訂機票 也出現打苗潮 9月23單日接種暴增 百分之六十六 先前觀望長輩也都逼出來 打次時代疫苗 台北市甚至有約六千九百人 預約打第五劑 第五劑我自己的健康要檢查 衛福部長薛瑞源 緊盯次時代疫苗施打狀況 若第一階段 不如預期 將會往第二階段開放 包括醫護機構社服照護人員 五十歲以上民眾就能打 林佳琪準備上路 也代表防疫旅館將退場 旅館商業工會理事長張榮南 就表示觀光局只顧在前面衝 完全沒告知任何退場配套 防疫旅館在疫情期間 占第一線 停完之後就被一腳踢開 業者徐瑩述也表示 恢復成一般旅館 政府必須講明白 配套也都要擬定清楚 我們希望盡早政府能夠幫 SOP能夠給予我們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政府呢 能給予我們所謂的品質提升 更新補助的一個補助款 環境做得更加的通風 那就是降低整體的一個風險 疫情尚未完全趨緩 但大解封即將來到 民眾及防疫旅館該做好各項準備 而這些都有待中央訂出各項配套 才不會讓疫情再爆發 記者楊世旭楊宗宴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